為大家先介紹我自己 大家好 我是香港調酒師公戶主席 我是侯翠先生 大家可以叫我做Cat 如果大家有參加我的Radio節目 也有參加邀請十斤邀請做過幾次嘉賓 現在專心介紹這個節目 是嗎 也不免吹水 喝酒 我很開宗明儀在這個節目 告訴大家 我不贊成是牛飲 牛飲是可以開水後面喝法 酒我是喝的 但數量我不是喝得太多 我說得很清楚 我是靚酒才喝的 是 今早有酒 喉翠山 梁錦祥 龍星期四晚 九點半 大家不要覺得是一種藝術的加工或者是老作 因為事實上在英國的確出過不少的紳士特務 好幾個現在很出名的文學家 例如Gran Green Somerset Mom 毛毛 都是真的做過特務 是 特務可能是part time 做情供手勢 是做過的 他們是以作家身份去做的 是 另外一個就是直接來過香港 在香港做過 挖過料的 就是寫這個神探自禽職業殺手的原作者 Frederick Forsyth 他是來過香港九龍城那裏 幫過英國特工的情報局 是掛過料的 這個在他自己的傳記裡寫過的 我想他都有這個份量的 因為我也看回一些資料 就是他當時那時候 他在蘇聯那裏 俄羅斯那裏 不是蘇聯那裏 他都很明顯表露了他的身份 但是他表露了他的身份那時候 他亦都可以攻城生態 找到那些東西 那樣東西 你會看到 他現在都叫做 情報員的一個聲勒的行動 有很多時候 你去到某個階段 很多因由 他要將自己的身份 地位有所轉變 他有幾種不同的特工 譬如現在在大使館裏面 有些對方都知道你是特工 有的 那是作為一個溝通的作用 大家需要在一些 正統方式以外的渠道去溝通 但那些是真的不知道的 不知道那些是怎樣呢 就是大家去猜 但是特工一定是一個很普遍的職業 就是有兩種職業 是人類開始有的 第一隻是妓女 第二隻是特工 不要管的 總之就是 我們做過節目都很難去 將它逐個逐個小說去講出來 但是我看過這個 譬如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就是那個改編呢 都是失望的 你說兩個版本的 一個是 新那個版本 新那個電影版本 應該是 電視版是有的 奧文族那個 不是太好看 還有都很近期的 近期的 這幾年的事 所以anyway 他的成就都主要在小說方面 改編方面 我們希望 遲些還有一些高手可以做到這些 嗯 是 是有難度的 那個是 不過他 現在他離開 他好像都做一部 他 兩三年前 那時候都做一部 新的作品 面世的 有有有 我要講講他那個身世 因為其實 今天要講 反而這個是重點 是 重點是什麼 就是他其實 家庭本身都出現過大問題 就 這個不是他真名來的 他真名就 比較正統 少許 就 聽起來就很異國 因為好像法文 其實他那個真名就 很正統 就是 Cornwell Cornwell 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 這裡大家看到 那他那個身世怎麼轉其法呢 那第一樣 他父親其實就是罪犯來的 就 主要是罪犬 罪犬 罪犬 罪犬得來還有一件很重要 幾年前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片 叫大時代 你怎麼說 中文的名字 我一定記得 就是Tom Hardy 做兩兄弟 是 我知道你說那個 那兩兄弟 是一個 很出名 在英國倫敦 很出名的故事 是 有一對 孖山兄弟 叫Kray K-R-A-Y 就是當 在六十五六十年代 的時候 打暈整個倫敦 我忘記了 首先是領個禮物圖 跟著 去到倫敦 就成為 那個地下世界的 皇帝 是 原來他老爸 這個人 真人的老爸 呢 就是跟他打工的 是 是 那最有趣的 就是 在那個 Tom Hardy 做那部片之前 其實已經有人改編過 就是 把這個故事 放上去 是 在電影裡 是 即是那個孖山兄弟的 孖山兄弟 而且 那部經典的 經典的 是 而且 找回 這個 就是Cornwell 這個家族 那個女 做女演員 做回其中一個角色 是 那這件事 就很有趣的 英國不英國 就有這樣的過癮 就不是Tom Hardy那部 你找回之前那部 就是 講這兩兄弟 這兩兄弟 很變態 簡直是神經病的 是 而且 如果你看回 他真實的故事 是比Tom Hardy 拍的那部片 是更加離奇的 是 而他們拍不出來 即是那時候 那種癲法 而這兩兄弟 是怎樣呢 他是勒索到 那些 當時政府的官員 即是那些議員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議員 是同性戀的 他們就在他家 就擺了 即是搞了 那些Party 就給 即是 即是 當然是同性戀的Party 就 在裡面 好 即是這些 那些 當時國會裡面的議員 都有參與 是 其實是一個黑幕 他不知道是家裡是什麼 因為是俱樂部 是俱樂部 所以呢 即是說 他這個原作 現在這個作者 Johnica Ricciard 他應該知道很多東西 是 即是包括在 英國裡面 政壇裡面的醜聞 是 即那個跟這個蘇聯 在冷戰時候 一些英國特工的一些 一些事跡 他應該知道很多 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寫出來 是 特別適合他 他爸爸那個他有寫的 那他爸爸是怎樣 他很討厭他爸爸的 那他也很討厭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頂不住他爸爸 他幾傷人就走了 他幾兄弟都受了他爸爸那些 就是虐待的 那其中一件事 最糟糕是什麽呢 就是他爸爸呢 不斷賺人錢 即是不斷賺人的錢 就是 他講的一個說話就是怎樣 就是 他爸爸 他爸爸很努力賺錢 除了做事之外 即是在做事之外 他爸爸是賺好 即是 不會放他 沒有一個機會 就是賺人的錢 包括他兒子 所以他兒子好頂他不信 我你都簽的 是啊 他後來搞到就是 因為他爸爸 即是入獄的 要保釋 就是他 他保釋之後 都簽了他的錢 是 所以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一個身世 是 身世來的 那這個 因為我覺得為什麽影響了 譬如說 他怎麽寫那個世界 怎麽看那個世界 因為他最親的人 他都信不過 所以由剛才講的就是 為什麽他在那個特務世界裏面 譬如對善惡 譬如對被人出賣 他會寫這麽多 原因 不是純粹說特務世界裏面 是他自己本身的家庭都出現了這個問題 是 而且他出生是牛津的 就是林肯學院 所以就 理論上那些應該是所謂的紳士特務來的 不是說一些 即是我們理解一種 很打得 或者很低下層 即是出生的那種特務 是一些知識分子的特工來的 他有他自己的那個 即是親身的那個體驗 包括他的那個文字的隔離力 沒有的 他去到讀到這些牛津 他和瑞士 文字的功力一定很深 嗯 所以他那些故事 有時候就這樣看那個故事的結構 即是他裏面的那個文字 那個文學性的那個 去到什麽的境界呢 我又不是很熟知 你不用懷疑了 當然厲害 但我最關鍵是講 我其實為什麽對他都特別呢 其實我覺得很多現在的電影 那些講的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歐陸形式的江湖世界 其實都在他的故事 是的 他是講江湖世界 即是他 譬如你講回 Tom Hutter 那個大事堂 即是他爸爸一樣 都是其中的一份子的那個 那個 那個簡直我覺得是 葛珀拉的Cotton Cup的那個 那個底 那個版來的 即是能夠可以將一個叫 叫西方的江湖世界 寫得這麽立體 其實是比我們中國的江湖世界 完全是有一個很大的分別來的 那他的那些是很 他的那些間諜片裏面 都有這個世界在那裡的 那時候突然走進戲院看 就是 那個宣傳都不算是很多 還有 還有這部電影都不是拍得很好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也是John Harder的經典作 那他難度高 他做兩兄弟 即是要做 媽生兄弟 他做了一樣東西 就是 兩個兄弟的風格 是 完全不同的 即是一個是 梳梳的 不是 是劣質的壞蛋 是劣質的壞蛋 一個叫做高質 但都是壞蛋 即是這樣 是很正的一個人物 是 Anyway 英國那個碟布世界 這個理解就是 是很 趣味上很強的 尤其是在 第二次大戰和冷戰的時候 是 他裡面 比如幾位作者 大家 其實不需要只看 只看兩位作者 是 很多個都寫得很好的 那特別是 比如說倫敦間諜戰 是 我覺得大家 即是要有時間 可以重溫 Anyway 我們只能夠清靈點 所以很膚淺 他講比較兩個作家 是 有適當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好戲 即是涉及到這個問題 我們再重溫他們兩個作品 但另人失望的地方 就是什麼 這個占士邦的新作 No Time To Die 是 就好像在死定了 是 他已經安排了 復活節那個時候上 即是原本是今年的 即2020年的復活節 現在就是明年的那個時候 大家都懷疑 不行 做不做到 是啊 連trailer都 哇 看到厭了 大哥 都沒看到戲 所以就 什麼 難搞 等了 如果他真的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接下去 再講 這些英式的 跌步 世界 很奇怪就是 英式的跌步世界 英國人 英國的片廠 英國文 英國的製造公司 沒有什麼 都不是的 都多的 他六十年代 那些 譬如我們剛才都講 其實還有什麼 《俠聖譚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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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來自聖殿武士 是呀 過癮的 有一部 有一個電視劇 我喜歡到不得了的 那裏叫 《The Prisoner》 香港人叫 《秘月藏龍》 那部電視劇 基本上 他是講的 《特工故事》裡面 其實到現在來講 那個最有趣的就是 他就講 《特工世界》 當你想抽身而逃 離開的時間 你都沒得走 因為組織 是需要 在你的心目中 你自己都不知道 組織都未必會知道 但是他認為 你還有一些 information 是未曾拿出來的 那整個戲裡面 就玩了 變成了一個 都是一個很經典的 英國的 那些情報的 幻想故事來的 那非常之多 這些 這樣的 疊報 故事 他那時候 就用 電視劇的形式 就做了出來 就變成了 是經典 現在又翻牌做電影 那樣東西 可以比美鐵金剛 那其實 那他這位作者 他就比較幸運 他就可以抽身而出 他是怎樣呢 在做特工的時候 寫小說 是 紅了之後 就說 我不做了 那又可以不做了 這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可能在英國 就是有可能 可能 可能 你試一下 在這個國安部 那裏做一下 這個 我們不評價 總之 MI6可能真的有 紳士特工 有紳士特工 正在安排 這個 我們只要有時間 等的 這件事就是 都不知道等到多久 真的不知道多久 才有戲看 是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